電費 你知道嗎?電費到底是怎麼算的 今天帶你來講清楚電表到底在算什麼 看得懂的度數你就能夠預估電費 電表記錄的是千瓦小時 也就是中文常說的度 它不是瞬間功率 而是一段時間累積的電能 電費就是依照這個累積數字去計算的 而公式只有一個 千瓦小時等於千瓦長小時 這個比較直覺的例子 第一個 一千瓦的電氣連續使用一個小時就是一度 第二個 一百瓦的燈泡連續使用十個小時也會是一度 再來 表示一千兩百瓦的冷氣連續使用八個小時大概就是九點六度 而在讀表方面 機械表我們是從左到右讀 指針在兩格之間我們就讀指數小的那一個 數位表的話 只要找顯示累積千瓦小時的那一欄 重點是它顯示的是累積值而不是當月的度數 所以要用本期減掉上期的才會是本月的度數 最簡單的抓法就是本月的度數乘以單價就是我們初估出來的電費 而實際的賬單還會有分段電價、夏季加成跟基本費這些差別 細節會以聲裝的廢率為基準 但是計算的原理都圍繞在度數上 想要省電 最好先找到高功率配上長時間的組合 能夠移動使用時間的就改在離封使用 不能的 則看能不能降低瓦數或是縮短時間 如果你覺得本期內容對你有幫助 歡迎在底下留言加一 如果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 我是任天賽 我們下一集再見